爱没有国界 爱无远福界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著名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欢迎继续回来多元族群分享爱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钟莉莉 我是DJ凯特 好莉莉我们今天邀请到来自中国大陆江苏省的新著名朋友张卓 张卓 对 再次来欢迎张卓 欢迎张卓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卓 好像今天张卓今天好开心 我觉得我们两个我们三个都好嗨 对 好像有一点太兴奋了 我们要很兴奋 压抑一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对对对 我们今天主题是亲子教育 那张卓上一段有简单的跟我们自我介绍 她现在有两个宝贝 对你想想看 事业又很好老公又很疼又两个宝贝 很羡慕吗 很羡慕 很羡慕 对不要羡慕别人大家都可以的 大家都有 对大家都可以成为人生胜利组 那张卓又特别幸福有一男一女宝贝 对对那现在请教一下小朋友多大了 我老大今年读高一苗栗高中 16岁 小的是小五 两个差五岁 小婉她会幸福啊 她小孩都很大了 就很早婚啊 不是因为她过了那个就是小朋友哭闹的那一段时期了 现在都是青少女 青少年 对对对对 这段期间是比较轻松的 我们也是苦过来的 因为小时候真的小朋友一定会有很多 比如说像幼稚园啊 生病啊什么很多琐碎的事情 都是一样这样慢慢熬过来的 对因为像你刚刚也说 你开了十几年的服饰店 你看换算一下 是不是小朋友很小的时候 你就开始出来工作了 你并不是全职妇女哦 我刚生完我儿子 我儿子54天我就把他交给保姆了 我就出来工作了 54天还没两个月啊 对啊 54天 我记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你在怀孕的时候就已经有服饰店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 我是生完我儿子 然后我才出来赚那一份钱 因为先有姐姐啊 对 可是姐姐是你自己带的吗 姐姐是我自己带的 然后带到三岁我就出去工作了 是因为待在家里实在太无了 所以你还是有带小孩那段时期嘛 对对 有一段时间 那你做月子的部分跟台湾是一样的吗 做月子就是吃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刚开始台湾的饮食那个时候我完全不能接受 做月子要吃鸡酒 对对对 那个对我来说 那简直就是毒药 哇 马有鸡酒 我们真的很难吃 对 在台湾就是马有鸡酒 我不能接受的东西 然后还有药盾拍过 所以饮食的部分 你当初花了很多时间来适应了 所以一小段时间 所以你记住吗 以前 你说以前 做月子的时候谁帮你煮这个问题 婆婆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公公婆婆在大陆那边工作 我做月子的时候是请我邻居的婶婶帮忙的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流行月子妈妈吧 对不对 那时候已经有月子中心 已经有月子中心 已经有了 但是还没有就是现在的月子餐的订购这样子的新兴行业 所以体验这种台湾跟您家乡的这种坐月子的方式 你觉得是非常不一样的 吃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我们老家的那个地方 我们坐月子的时候完全不能碰到酒 那台湾完全不能碰到酒 我们完全不能碰到酒 台湾是一直要喝酒 全部都是酒 坐月子的时候我完全不能接受吃鸡酒这回事 那那边是吃什么 我们那边是喝鱼汤啊鸡汤啊 都是喝汤汤的那种感觉 对汤汤水水的 我觉得跟香港有点像会不会 就是喝包汤这样子 应该都是老人家流传下来 因为喝汤汤水水可能会比较容易有奶水啊 什么的这样子的水果吃 那个鱼汤真的会比较多奶水 对 两位妈妈的心得是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当初这个坐月子的部分的话 这个习俗的部分 饮食不能适应 那其他呢 比如说不能洗头啊 或者是 对不能洗 那个我还好 不能吃冰的啊 不能吹到冷的啊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洁癖 我照样是每天洗澡 每天洗澡 现在也不会头痛还是怎么样 好像还好 还好 对 你就洗完了就是吹干就好了 因为大家的习惯会不一样 有可能是这样 文化跟习惯不一样 大家不要学 真的真的 可是也度过那个文化差异了 我觉得刚好可能张卓的公公婆婚说 在大陆那边工作 所以比较没有婆媳问题了 没有 我们关系非常好 非常好的 所以就还好 那就是您先生这边呢 会比如说有限制你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吗 会不会这样 你说坐月子的时候 对啊 他也会啊 你要把那个什么头要包起来 吹风 反无人吹风 这样听起来先生真的蛮传统 重点是 我生我女儿是六月份 六月份是非常热的时候 我根本受不了 每次吃完那个什么药炖排骨 然后我就满身大汗 我就去冲个澡 你想想看如果24天没有洗个头 然后就那个有腻力的感觉 没办法 我一定会洗干净 因为我太洁癖了 我觉得现在的孕妇可能都比较没有那个洗股 就比较不会遵循股 但是好像以前的坐月子 他们都是很归籍 对 然后到24天或是30天才洗个头 我的天啊 没有 其实医生有建议 就是你洗完以后就马上把头发烘干 就可以了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 以后头痛又什么的 对 反而你保持一个 就是干净的一个这样子 反而你心情会比较好 嗯 没错 对 这个 我觉得是 生理影响心理 对 都有 对 就是在文化差异的部分啦 不过张卓也度过那个时期了 对啊 所以现在小孩子都长大了 所以就看已经你看他 就是还很青春美丽 我已经忘记生小孩的 我觉得你有回春的感觉 对啊 忘记那一段带小孩的那段的经历 可是你还是有带小孩的经验啦 老大你说带了三年嘛 三岁 带他到三岁 那时候 就没有想说请保姆嘛 那时候就想说自己 第一个小孩 老大宝贝 那个时候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刚嫁来台湾 刚生完小孩 那个时候要好像说要什么 有工作证你才能出去工作 对对 以前是对 刚好那一段时间 我也没有工作证 那我就在家顾小孩就好了 可是顾着顾着 真的 小孩也会小恶魔一样 我觉得宁愿不住 我宁愿出去工作 我宁愿出去工作 老大是女生也是 比较皮吗 会吗 演小说比较活泼 活泼 遗传你 遗传你 所以小的部分你看 不到三个月就 老二 是不到两个月 54天 不到两个月 对 好像真的印证一句话 老大就照书养 老二就照猪养 真的会这样 都随便 都随便 是 因为有保姆可能 可能他想说我专心工作就好了 保姆帮我看 会不会这样的想法 晚上我们还是自己接回来的 只有白天给保姆 不是全 不是全20是小学吗 对 而且那个时候我先生工作是做二休二 所以休假的时候都是我先生顾 他会 换的时间我们的小孩还是留在自己身边的 所以你先生照顾比较多 听起来是这样 对 就像我讲的 我们家联络不上 没有我的名字 我们刚刚努力营造张卓贤妻良母的形象 你就给他破功 直接破功了 破灭 幻灭了 对幻灭 但是感觉也是还蛮不错 有爸爸照顾到很好 对啊 我老公是对小孩特别有耐心的一个人 我就比较没有耐心 这一点真的功劳不要跟他抢 要夸一下他 希望他能听到 听到 好 我们现在呼吁一下张卓的老公 蛮体贴的 对啊 其实像这个夫妻之间的分工分配 以张卓妮的经验来说 你们当初在婚前就有先讲好吗 还是说孩子出生我们就一步走一步 一起带话 一起规划这样子 对 其实我们没有计划 就是来了就是献来献血 没有任何的计划 这样当时还吐烟 就像你们当初有规划说我要生几个小孩吗 也没有 也没有 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刚好 两个就刚刚好这样子 不过生完妹妹的时候 因为我先生是家里的长子长孙 生第二胎的时候 我确实会有那么一点点压力 我希望说这一胎能生个弟弟 然后这样子呢 就是一男一女 我对你们家我就有个交代了 你有点少打脸 因为你刚刚说你不是那么重男轻女 可是内心还是 内心还会有 就是人都会有那么一点点 你生了儿子你就会想要女儿 生了女儿又想要儿子 真的 像我这样子好想要你 但是就是 加油 加油 再接再厉 我觉得丽丽每次听到大家分享 尤其这种一男一女 她就特别羡慕 对 好羡慕 会啦 你想想你以后三个儿子就给你带回来 别人的三个女儿 你看 对 我觉得这想法很正面 对 所以她的想法也是对的 别人养了二三十年的女儿 被你带回来了 你看你有三个媳妇 也不确定 有时候我的儿子被人家带走这么 对不对 那你就要在后面拖着他 这样带来的 其实真的不管三男三女 我觉得都一样 都一样健康就好了 对啊 孩子健康贴心 其实男女都一样 现在教育角度来说 因为现在的教育好像有一点比较难 现在小孩不像以前的小孩 不像我们小时候真的好单纯 现在的3C产品各个方面 真的教育小孩 包括我们自己 现在想我们也是第一次当妈妈 也是一直不断地在学习 在努力在学习 对啊 怎么去想办法跟她 而且她们都比较聪明 好聪明 很聪明 我觉得都是3C教的孩子 对 3C都是他们的老师 对 没错 一聊起这个教育 两位的妈妈金就打开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 girl